刚刚的部分呢,我要把A栏跟B栏 把它拆解 所以拆解的规则基本上就是刚刚提到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判断,判断什么呢? 判断它隔壁栏,有没有资料,如果是为空的 那表示说它就是先放限式,所以我的程式是这样 有画面 所以这个逻辑该如何判断 我在写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 我就先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1,从第1列到最下面一列 A1向下追踪 所以我就知道向下追踪,这个范围就跑到第 第65,对第65列,所以一个一个跑 然后第一步就OK了,所以范围先确定一下,这个回圈范围 所以这个回圈范围OK了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让它一直一个跑 那跑的过程当中先判断嘛,我刚刚讲 判断它隔壁 隔壁同一列的 B栏有没有资料,所以喔 如果 同一列的B栏 同一列B栏就是Sales I列 I列也许现在是第一列嘛,第一次跑 隔壁如果是空的 隔壁如果是空的,这个逻辑 所以喔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先帮我把这个台北市 先放在 这个地方 OK,所以 意思就是说,如果它隔壁空,那表示它就是限市 如果隔壁不是空的,那就放 隔壁这两个啦 所以 这两个就复制到这里 有没有,这两个 继续放在这里 那这个前面不是空的 那如果这边的话,就是把上面这个补下来就好了 所以上面这个也是台北市 大概的概念是这样 写的方式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如果 所以这件事情 为True 所以这个为True 那所以呢台北市就帮我放在这里啦 OK 那 放过来的话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这个的话是Sales I列的A栏 放后面 把资料写到前面 那前面的话呢就是放在 D栏 所以这边是D嘛 D栏 那的哪一列 所以这边哪一列,哪一列的话我们没有个变数啦 所以我这边又多了一个K 那这个K值的是什么呢 K值的就是说呢 我要放在 这个 目标 储存格的 哪一个 哪一列的位置 所以这边K 那所以呢,我在上面补一个K等于2 那意思是说 我先帮我把它写在K2 OK 而且你会发现喔 这个下面并没有K等于K加1 K加1什么意思 帮我再往下 为什么不往下 因为 我下一个应该是放在它隔壁 所以如果往下的话 那它就变成 把它写在下面 所以喔 所以这个是逻辑 如果它空的 那先放在这里 那假设啦 所以在下一个 如果 for i 等于2的时候 那应该这个隔壁就不是空的 所以不是空的话 就跑这边的 OK 那跑这边的话呢 接下来会有一种情况喔 那 如果 当然这边的话 理论上就是 再把这两个写到这边 就OK了 我本来是写 这样 就把这两个 就是它的什么呢 它的Sales的 A栏 这个写到哪里 写到E 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写到F 所以底下这两行 其实是写这样 但是好像会 出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当 它前面是空的 为什么前面是空的 我们来 比如我先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比如我现在先执行到 第一个嘛 那这边先call过来 台北市嘛 那因为K 目前还是2 所以在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那这边 中正区 跟邮递区号里面 他其实邮递区号是有东西的 所以呢他就跳L 就是 那再来的话我就判断说 这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不是就直接帮我怎么样 直接就帮我 执行 这两个输出 OK所以特别追 那为什么要特别判断 这个东西是不是空的 因为如果假如这这边已经有 D栏里面已经有放限式 那我就补这后面两个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是空的 什么情况会是空的 所以我这底下有个逻辑判断 再来就是大同区 大同区里面B栏是不是空 不是 所以他跳这边 然后这个地方 同一列 因为我刚刚已经把K加了1 所以变成3 那D3里面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 所以是空的怎么办 那就是怎么样 我刚刚我想了一个办法 如果这边是空的 那就帮我把上面这个台北市 复制一个下来 OK 那怎么复制呢 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K-1 K-1意思是K的本来是2 本来是3 减的1变2 那意思是把台北市的资料 帮我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再补大同区 103 所以这个程式这样跑 所以他这里面没有 没有限制嘛 OK所以 这个K 判断 这个D栏的K K列的话 指的就是 他上面的限制 有没有 没有的话就从上面 复制下来的意思 OK 复制下来 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把上面的复制下来了 然后并且把那个大同区 跟103 帮我把它复制到 到这边过来 所以这边再把资料 复制大同区 跟103 然后并且下一列 所以K等于K加 再下一列 其他都一样 所以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 换到基隆市的话 一样 这边空的 所以他又 换一个基隆市 所以这边我把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然后往下 台北市全部先跑完 有没有 跑完了 那再来的话呢 就换基隆市的 因为 再来基隆市 这边也是空的 所以他会执行这边 写一个基隆市 有没有 然后再来 换下一个 一样的方式 所以 基隆市的全部跑完了 OK 有没有 这几个 基隆市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新北市一直到底下 所以底下我就不run了 就直接让他全部跑完 中断点就拿掉 然后全部执行 那这样子就 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底下这个是不是漏掉了 OK 等下再看一下 所以理论上的应该就是说 从头帮我run到尾 那最后可能还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如果将来我要查资料 一定要是 把那个 邮递区号 放在前面 所以呢 我就把邮递区号减下 然后在第一栏的地方 选取之后 插入减下的储存格 就是把 查询的这个邮递区号 放在 第一栏的位置 OK 那我们就可以用V的环数去做查询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刚刚那段程式嘛 我又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 sub邮递区号合并2的地方 第7页的地方 那请各位试一下